那么这些祝福菩萨 就是这些修行人 他们是人 他们不是神 他们也不是仙人 他们是人 跟我们一样 只是他们能够把障碍除掉 恢复正常 所以佛菩萨 我们可以这样说法 他是正常人 我们是不正常的人 他正常人告诉我们 我们的障碍在哪里呢 在妄想分别支柱 也叫做烦恼 众生有这三样东西 所以你的智慧 你的道理 你的神通 都不能发现 如果这三样东西你放下了 他说你跟我一样 我们两个毫无差别 佛叔 你只要能放下 支柱 与世出世间 一切发不支柱了 你的能力恢复一半 不到一半 叫三分之一 也就是说 我们肉眼看不到的 你都能看到 你不但有天眼 你比天人能力高 天人看不到的 你也能看到 那就是你有发言 或者叫会议 这两个名词 互相颠倒用的时候 经常都有根据 你再能提升一级 不但不执着 分别也没有了 大概你的能力恢复一半 你是菩萨 菩萨有发言 有慧言 有天眼 还是这一只眼 也就是说 他能看到 光波的 这个 能量 比我们强的太多了 我们这个频率 跟我们不相应 你看不到 他频率 跟我们不相应 他却能看到 再向上提升 不起心 不动念 他就全看到了 整个宇宙都看到了 我们现在看得 非常有限有限的 局限在这么一点点的 千分之一万分之一都 不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